手儿童 这也是他一次爱心之旅 好 我们看现场 好了 我们比赛继续 我们现在是在湖南省麻洋县体育馆 正在进行的是2016长寿杯 四路英雄世界功夫巡回赛 麻洋战的比赛 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已经说过我们今天不但是搏击之业 同样也是慈善之业 在今天晚上比赛进行之前呢 周志鹏呢 已经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呢 为家乡的留守儿童募集的善款达到了10万元 该款项呢 也将用于为留守儿童修建文化体育乐园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健康快乐的成长 同时呢 为国家储备更好的武术人才后卫力量 四路英雄以及周志鹏呢 也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今天晚上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周志鹏将现场捐赠10万元 给留守儿童的代表 咱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好儿郎 周志鹏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今天晚上的压轴之战 男子72公斤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呢 将会采用四路英雄WF1的规则 率先出场的是来自于日本的蓝方选手 钟野龙一 有请 有请 钟野龙一 钟野龙一 身高1米80 体重72公斤 决神二战气 35战 32胜三负 日本搏击赛的冠军 泰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日本泰拳选手之一 有着日本泰拳格斗家的称号 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 尊山豹 周志鹏 让描请 周志鹏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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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 天余 我爸爸 天余 我爸爸 天余 有请 熊志鹏 有请 熊志鹏 有请 熊志鹏 周志鹏 身高1米78 体重72公斤 职业全战近58战 54胜4负 11次KO对手 武林峰中国勇士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冠军 K1世界格斗大赛的王者 下面请出我们的婆妻宝贝 为我们进行第二条四路英雄金腰带的展示 有请 这场比赛才有的是WF1规则 也是四路英雄金腰带的争夺战 因为周志鹏在乌鲁木齐战的比赛当中 当时在四路英雄的比赛里面是获胜了 虽然他这场比赛正在第二次在四路英雄大比赛 但是他有一种善举为刘首儿童建议起 这个移动圈 同时他把今天的比赛的所有奖金收入 都圈给了当地的刘首儿童 是的 那么在这种善与的情况下 能做出决定 如果这场比赛才获胜的话 将拥有四路英雄的金腰带 刚才志鹏的出场呢 有一段引舞 也是苗甲姑娘的热情的 这个开场舞 把这个志鹏给引得出来 志鹏也是用这种方式 给这个对方设下了一个温柔的陷阱 温柔陷阱 我还第一次见这个志鹏穿着苗王的这种出场 我第一次见 我们那时候老师说的专身报告 志鹏铁拳给他那么多的一些这个绰号 但是今天在自己家乡面前打比赛 还是第一次 胜装考验 相信给大家带来的结果也是一个惊喜 但是他的对手这个 终于龙一 为了这场比赛 专门去泰国进行训练了 你想想他对这场比赛的这种重视程度 他也想用这条新腰带 双方都是一开场 稍微充满试探性的 进行 这个周日棠在这个 打过两场 与您酸唱的比赛 一个是重拨球 再一个就是在去年 是战胜了 踢满试探性的感觉 全场 喊声一片 为这个他们认识 对啊 家乡的拳王 马上的拳王 你现在跟那个 这个周日棠也不敢轻易的出动 对 也是 你看他不敢出圈也好 出圈也好 有点收 现在这个周志鹏 还没完全进行发威 先逗逗对手 毕竟在自己的家门口嘛 而且这个中叶龙翼 也是看了周志鹏的比赛 录像之后 很有针对性的 去了泰国训练 要知道周志鹏 以前是练的拳击出圈 八一拳击队的 现在打这种自由波击 这拳击自由波击之后 才有这种技术动作 现在这个周志鹏 也有这个后高扫上头动作了 现在这个中叶龙翼 就不给他打近战 这种近战的竞技 不让你出拳 知道周志鹏的特征 不断的在游动 往直距离 很少我们在比赛里面 见周志鹏用推法进攻的 这么多次 开场到现在目前为止 周志鹏还没有发起 他的猛烈的铁拳 你看我就不给你 这种距离感 这个轮摆动作 看看这惯性多大 这中叶龙翼 还连续几个基辅 哇 好 好 好 现在周志鹏就是控这种距离 你进我就去 对 我绝对不给你让 能够全打着我这种距离 周志鹏 有两次打空 反正的距离 哎呦 你瞧这是唬声威啊 对 这种距离 高桑 竞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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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第一回合结束 过来布局 今天这个中叶龙翼 这个战手安排 非常的得当 合理 深思熟虑 是啊 为了备战这场比赛 专门是泰国 你想想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叶龙翼 一个是在距离感的控制上 非常好 不给这个周志鹏 你的全法打击的机会 机会都不给我 你一进来 我马上退 是吧 迫使周志鹏在第一回合比赛端攻 利用很多的锤把 来进行打击对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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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周志鹏的弟弟 这是他亲力的周志鹏在旁边讲究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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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给我距离 我找机会 今天周成不仅是为荣誉而战 而且这场比赛 还是周志彤 为了报答家乡的父老 相亲主动来组织这场比赛 让周志彤能够来到他的家乡麻雅 很突然 周志彤真的成熟了 成熟了 这个成熟是他的技术全面的成熟 周宇龙一没想到 还好继续 长沙到了 盘龙山走到周宇龙一的成熟 周宇龙一的成熟 周宇龙一啊 还能站起来呢 还能站起来 还要进一趟 长才办终止比赛 终止比赛 周宇龙今天在第二回合打得酣畅淋漓 这不仅仅是苗王啊 他更是拳王啊 对啊 他的左手的上方打得太精准了 没想到第二回合一上来 就结束战道了 终于龙一也是 心有余力不足 认了 再来看一下 这种结果是我们赛行能够预判到的 我们说今天战场比赛 无场的这种 中日大战 中方应该是能够4比1获胜 但是我们也想到周志鹏 应该用拳法替球这种 果然不够所料 但今天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 终于龙一的战术安排是很好的 当然 通过今天的比赛 我们也看到周志鹏的腿法的进步 是吧 你包括转转后登 这个飞行非常的到位 是十一把 即突然也有杀伤力 可以说周志鹏的这场胜利 给这场比赛发生一个圆满的句号 现场的气氛到这里已经到达了沸腾的地点 最后的爆点 比赛结果 本场男子72公英级比赛的最终 裁定结果为 来自中国的红帮选手周志鹏 TKO获胜 TKO对手在富老家乡的面前 不如使命 顺利的拿下了最后的一场比赛 为今天的中日之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共麻洋苗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 毛运红先生 以及贵州湖南商会会长 腾氏集团董事长 腾凯先生 有请二位 在现场马上进行的是颁奖 系上了思路英雄的金腰带 而今天整场比赛的这场比赛的所有收入 周志鹏也全部兼给了麻洋的留守儿童 为他精湛的拳法叫好 更为他的爱心鼓掌 观众朋友 这里是湖南淮化 麻洋县体育馆 湖南都市频道 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 2016中日拳王的第一站 今天的比赛已经接近了尾声 在这里 布布高梅西新天地 始终在为中国运动员加油 继续 集会人